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劇權報局》 我Marco跟大家分析這星期的《劇權報局》策略 在上星期五,其實都說了重點 就是提及到被各鄉俊利亞突然發動空襲 令到突然局勢升溫 在上星期五出現的低位23953 我個人認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持位置 回到今天來說,你會見到基本上市場比較悶 我上星期五也提及過一件事 上星期五的高位24327 如果升穿的話,我都不理會 我會再做一個今個月,即是四月份到期的 兩萬五千點的期權 但如果本身之前都是保持著 兩萬五千點的期權,就不會額外著加注了 今天來說,情況比較尷尬 其實最高位的確是升穿上星期五的頂位 不過如果看回即時圖,我經常都很強調 我會留意即時圖是否真的升穿的情況 也會留意初五分鐘的高低位 今天的情況是,其實高開出來之後 其實很快就見了頂位 接著還未成功升穿首五分鐘的頂位 甚至是對穿了15分鐘的底位 在這種情況上升穿了上星期五的頂位 通常我都不當是穿的 現在最新的情況來說 基本上逐步跟大家分析先去講 首先這幅圖都展示過好幾次給大家看 即是由一年的大時代頂位 兩萬八千二百二十一點 對到一六年二十二號,低位一萬八千二百一十七點 這個反彈六十一點八百分之為止 很明顯是產生了一個比較明確的阻力的作用 這個阻力正正是之前三月的頂位 兩萬四千六百幾點 而這個阻力,我自己覺得遲早都是會破的 破完之後,很多市場上的人士就會開始轉軚 就會覺得市場很有力,會上破之前15年大時代頂位 但是暫時,短時間來說,無可否認地 縮紮圖圖來說,市近這兩月 在這些位置出現一個增持的作用 現在市場上都在等待一個突破的出現 這是第一個項目 第二,剛才說過,近來市場都是在這些位置 在等待一個市場上突破的出現 接下來大家都知道,今個星期五至下星期一是復活節假期 亦都市場上來慢著一個放假期的氣氛 所以其實外面很多市場上的平農都是在說 大市是要等到復活節假期之後 即是下星期一之後,那個市才開始會出現一個方向 實際上是怎樣,我不知道 但是你說我自己傾向,我都是以慢慢逐步逐步去儲貨為主的策略 那,市場的,很久沒有展示過這幅圖給大家看 多重兒童平均線 其實在上個星期五的市場,因為美國突然襲擊敘利亞那邊來說 最低位到23,953年這個位置 其實正正你會看這幅圖,你會很清晰就會看到 其實在我那種多重兒童平均線這些位置 和這一段升浪回調的23.6% 差不多的位置出現一個叫做支持的作用 所以其實用我過往跟大家說的轉倉水平方法來講 在上星期五亦都有提及過 轉倉水平的位置是24148和24505 收市的突破了轉倉水平這個位置 即是3月31號寫著第一步 只有這個位置如果短時間裏面再對穿的話 完成第二步即是4月7號這一天 即是上星期五這一天 理論上是確認對穿轉倉水平的位置 而市短時間來講有機會向下去再跌 但問題就在於 我是要求第二步這個動作 是要短時間裏面突破第一步這個動作 隔了整個星期了 上星期五同你提及過來說 我就說有些尷尬 在我角度來講 配合這些特別的事件來講 我會再觀察多一會 不算當是突破 甚至上我在這些位置 接近這些低位置 已經是留了第一柱的索破 其實是這樣跟大家說的 現在最新的支持位置 毫無疑問地就正如上星期五所講 23953457號這個位置 我會是比較重視的 這個位置始終是因為一些突發事件 令到市曾經短時間來講 試過低位有再短時間來講 夾回上來 所以來講未來 再加上大家剛才所說的那幅圖 就是那個多重圓和平安市下面 曾經試過的低位就是這個位置 23953 所以我真的挺強調這個位置 當時理論上來講 我會支持位置來講 我就會拿回上星期五 這個長下影線 作為一個重點的支持區域 我不是說一個 這條線 是一個區域 這個區域來講 是23953-24263 這一個區域 我自己覺得 其實如果你是說 我經常說 儲貨、儲貨、吸納、吸納 在這些區域來講 我覺得都已經是值得大家 作為一個吸納的動作 諾二次 23953-24263 這些位置 如果可以的情況下 如果你說期權來講 指數期權的 就比較小吃期權 股票期權的 這裡開始可以 接近這些 當然你越低越好 但是分駐 慢慢在這些位置 做一個等價期權 我覺得都可以 大不了 我剛才說到 23953這個位置 這麼重要 這個位置 如果他確認對穿了 才做一個對沖 都未遲 但未真正出現 這種情況來講 就不需要對峙 所以最新的策略來講 我基本上 就會跟大家講 首先 在23953-24263這個位置 下面紅色圖 寫得很清楚 分駐做Shopo 而這個月份來講 我不會選擇做四月 甚至上也都不會選擇五月 是會選擇做六絕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 我 說真的 今年我是 很看過後市 而也都 我很大送心 是會 升穿24678點 3月21號這個頂位 甚至上去到2600 2800 這些位置都不足 既然是這樣 現在我們的策略 如果有機會 有調整的機會 應該是逐步慢慢存貨的 問題是 大家不肯定 究竟 會調整到什麼位置 我剛才講到很明確 2-2953-24263 我覺得已經值得吸 這個位置 既然我覺得 市在這裡 有機會是一個 比較重要的支持位置 理論上 你做Shopo 就不應該剩積月下 那麽孤寒的月份 就剩六月份 如果它真的對穿了 4月7號上星期的低位 什麼為之對穿呢 收市價對穿23953 完勝第一步 這個第一步的低位 再對穿 真的這樣的情況 剛才我講過 在23953-24263 分絕就剩下 確認都對穿了 那時候我做剩的 是剩六月份 你確認了對穿 你就用回積月份 例如四月份的期權 做對穿 甚至上五月份的期權 真的去到那時候 再跟大家說 我再跟大家判斷 究竟是用四月或五月好 但是 在我特別講之前 通常一般來說 你確認了短時間 又繼續向下 衝的空間 就用著積月份的期權 做對穿會比較穩陣 少許 這個是首要 最重要 大家應該要做的策略 如果你說 這個我覺得是比較穩陣少許 如果你不做這個 除了做這個 你說手痕的 想玩一下短炒 或者是輸了就算數 那些策略 我會比較特別留意的 就不會留意 成功突破轉張水平頂位 因為突破轉張水平頂位之後 三月二十一號有個頂位 二四六七八是相對性 比較重要 所以我就會拿了近這幾天 近這幾天 近這幾天 你看到市場其實都是 開了出來 滾下去 即是從積日來講 出現一個叫做陰燭的狀態 那我就會拿了 今天星期一 上星期五 上星期四 這個頂位 二四三八一 作為一個近期的阻力位置 如果收市計收穿二四三八一 完成第一步 第二步 再捕穿頂位 我可以考慮短期 真的有機會這樣看 接著就會做一些短炒的 Long Call 即月份 即四月份 兩萬五千點盒子期權 如果輸的策略去搏 但這個 相對性來說 求經性質大一點 我就會傾向 如果你是穩陣一點 就留意著 都是分數 剩下六月份的期權 指數期權就剩下 股票期權剩下等價 這個就是重點 今天最主要跟大家說 先說到這裏 下星期三見你 再跟大家去看看 有沒有特別的事情 再跟大家更新 今天就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支持 再見